活了30年,终于找到丝瓜最好吃的做法 不炒不炖,不油炸,少油少盐,营养又健康 比包子简单,比油条蟹饼还香 是一个始祖的懒人做法 上桌,全家老少都是抢着吃,真的是太香了 先往大碗里面打入两颗母鸡蛋 一勺食用盐,一勺鸡精,少许的五香粉 再加入少许的胡椒粉 少许的黑芝麻,既增香又能点缀 接着,用我吃饭的筷子,先充分把鸡蛋液给它打散 充分搅散之后,再往里面加入少许的温水 这里我们一定要加入温水 加入温水,做出的美食,即使凉了也非常的柔软 再次用筷子充分搅匀 下面,再给它分少量多次的加入面粉 面粉我们不要一次性加入,要边倒边搅 最后我们把它搅拌至像视频中这样 没有干面粉颗粒的稠糊状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搅得太稠,也不要太稀 搅好之后,放一旁给它静止五分钟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三个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丝瓜 洗干净之后,放在案板上面 先用刀,把它的头和尾给它切去 不要 下面,再准备一个削皮刀 把丝瓜的外皮再给它削去 下面,再将削过皮的丝瓜 改刀给它切成薄薄的大厚片 厚度大约是0.3厘米就可以了 看一下 这个厚度就可以 所有的丝瓜全部改好刀之后 装在一个大点的盘子中备用 接着再准备一个干燥的盘子 往里面加入适量的干面粉 把我们切好的丝瓜放进来 把它的表面都给它粘上一层干粉 裹满就可以了 再把粘过粉的丝瓜 放在我们调好的面糊里面 再用筷子把每片丝瓜表面 都均匀地给它粘上一层面糊 看一下 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下面准备一个垫面筹 提前预热或者是平底锅都可以的 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再用刷子给它均匀地刷匀 不需要刷得太多 薄薄的一层即可 再把粘过面糊的丝瓜片给它放进来 我们就像这样 一次全部都给它摆入锅中 全部放进来之后 表面再给它喷入适量的食用油 锁住水分 盖上盖子 开大火给它煎个一分钟 把底面给它煎至金黄 时间到打开盖子 看一下 非常的漂亮 下面我们一个筷子给它翻过来 煎另一面 哇 底部的颜色非常的漂亮哦 金黄又人 翻过来之后 再煎个一分钟左右 把另一面也给它煎至金黄 我们煎另一面的时候 就不用盖上盖子了 这样做出来的丝瓜饼 两面颜色金黄酥脆 内里非常的柔软 全程大油煎了 四分钟左右 煎至所有的丝瓜饼 两面颜色金黄酥脆 像这样就说明可以了 哇 现在整冬楼都是香的 哇 真的是太漂亮了 颜色各个都是金黄酥脆呀 好了 像这样就说明可以了 所有的丝瓜饼 全部煎好之后 接下来我们给它盛出来 双双盘中 这样一盘既好吃美味又营养的 面煎丝瓜就制作完成了 翻上桌就可以给家人 美美的享用了 接下来我们夹一个 让大家看一下 两面颜色金黄酥脆呀 满屋飘香 这个时候尝到我的口水都流出来了 先来替大家尝一下 哇 真的是特别的好吃 咬上一口 鲜嫩又多汁啊 外皮非常的酥酥的 脆脆的 丝瓜非常的软糯 清甜 真的是太香了 吃上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呀 比包子简单 比油条蟹饼还要香哦 当早餐当正餐 都是非常的不错呀 自从学会丝瓜这样做 我家各餐差五都会做上一盘 上桌是顺年秒光呀 鱼肉还要香 而且我们用这种方法做出来的丝瓜 少油少盐 营养又健康 特别适合家的老人和孩子吃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 就收藏起来做给家人尝尝吧 好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 丝瓜的新做法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你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再见